你们把话题又带片了 我不知道跟你们描槽了 我接个电话 叫谁吗 我接个电话叫什么 喂 喂小脸 我在 我在跟朋友聊天 我在跟朋友聊天 我不看到你吧 现在 还好 还好 然后跟朋友在一起 喝茶聊天 然后吹吹牛 怎么了 我刚刚回来 然后盛事完了 想跟你打个电话 然后说一下今天的一个情况 然后因为我们刚住进来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还蛮好的 蛮好是吧 很方便是吧 对很安静 然后下面有菜场 医院都很方便 行行行行 行你们你们这个 我跟你说到这个家就当你们自己的家就完事了 好吧 其实我也不多说了行吗 好吧 你有什么事你随时找我 包括你在公司有什么事 好吧 包括你们生活上有什么事你随时找我就行了 好吧 哥哥今天早上那个我不认识 有人他送了一些日用品啊 然后一些厨具过来了的 什么叫送的 他们上午 上午送的是吗 对对对 送了一些厨具 然后日用品什么的 哦那是我姐 我姐我姐安排人送过去了 送的什么 送的厨具是吧 对有厨具有日用品 哦行 那是我姐安排人送过去了 知道吗 对不是不是我安排了 就是说打个电话问一下你的 然后我今天也带爸爸去去买了几件衣服 挺好的挺好的 嗯嗯嗯 好好好行 可以了 你你你跟你爸 就是该天的天吧 好吧 家天的天行吗 嗯 好的好 哥晚上我刚刚回来之前有人 又过来送了一些 就是床上上 床上用品之类的东西 送了啥啊呀 就是床上用品 送了床上用品 对对对 我不认识他们是干嘛的呀 呃那应该是我也是我姐安排的也是我姐安排的知道吗 嗯 他应该 我怕我不能收入错了 所以说他无论下你就不认识 也是我姐安排的 嗯行行行行 行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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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好吧你有什么事你你呃你学着跟我说就完了我先挂了好吧我跟朋友在聊天知道吗好吧嗯嗯好好好行行行好来拜拜 嗯好好好拜拜 不知道谁跟我打电话吗家人们不知道谁跟我打电话吗 知不知道谁跟我打电话家人们 知不知道家人们 我姐我姐确实说到做到知道吗 确实安排人给他送东西过去了 小姨子 小姨子小姨子 好呀 是小姨子 好吧 是小姨子 好吧 这样的话是小姨子 好吧 对小姨刚才跟我打电话了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姐确实跟他送点东西过去了知道吗 确实给他送点东西过去 咋女朋友不是女朋友家人别瞎说啊 不是女朋友啊 不是女朋友 我姐姐挺好是吗 是挺好的 我姐说到做到的得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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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姐发个消息啊 我姐说到感谢了 我刚刚我姐发了个消息呢 就跟我姐感谢 感谢一点我姐知道吗 嗯 这样吧 家人好吧 这样吧 我还准备跟他挑的你知道吧 我还准备我说我今天晚上来跟他挑的 然后我姐直接跟他挑好了 就送过去了 我这样好不好 我把他们那个经理叫过来 我看一下我姐跟他挑的什么东西 行不行好不好家门 行不行 行不行 行不行家门行不行 啥肥水不流万人天 那我真的服了你们的真的 我想挑的什么东西我看一下好不好 我看我姐跟他挑的东西好还是不好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家门我要说我来挑你知道吗 我姐直接跟我挑了挑好了安排好了 直接送过去了 一条龙给他服务好 我问一下 我发个消息 呃 那个 请经理你你你来一下来一下这个办公室对 来一下我在的方式对 我姐其实真的是挺好家门 他真的是挺好 他让我姐我感觉我姐这个好力量不对劲啊 您觉得是不是 我就我姐这个 他他本来我本来说我来挑 你知道吗 他都没跟我说 他就直接安排 直接挑好送过去了你知道吗 你进进进进 我我我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你知道吗 家人们 你好你好你好 请进你坐吧 你坐一会啊 呃我问你个事啊 啊 那个下午下午时候是是我姐挑的还是是谁挑的东西 啊夏总他下午过来了一套 过来是谁挑的 他也是我挑的怎么了 是你挑的是我姐挑的还是你们一起挑的我们一起挑的一起挑的对 你把就是 算的是冬季的还是夏季的这马上就要到冬天的吗肯定是冬季的呀冬季的是吗对啊那现在还没有到东西啊 这是有备无患吗对吧夏天的东西人家夏天也挑了一点是吗对夏天挑点主要挑的是冬季的对对对对 谢谢你啊 哎呀不是说今天哎呦好长时间没来了呀你这今天终于来了 啥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呀就是我好长时间没来了好久不见你今天终于来了是吗啊你干嘛你想我了 哎你个别这么说啊我这不是好久没先给你打个招呼吗 哦你这个招呼打了我打了我一多数啊哎咱们你看我在你们家工作也这么久了我打个招呼你别别别你不是在我们家你上我姐家啊我跟我姐你跟我姐是我姐的公司啊怎么叫你在我们家听他你上我姐夫的家你知道吗 哈哈你这个关系套的有点莫名其妙啊这都一样的你们两个你们姐弟两个还能分家呀对不对你姐的东西不是你姐的东西啊 你不分家呀你姐嫁出一部分不分家你告诉我来不是不是你跟我套不是你这搞得我你这个不是来到陈经理啊啊你你不用这样套套近乎好吗 没有你这不是你看你来了之后我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啊都蓬地生辉了你知道吧 你稳重点啊你稳重点啊稳重点啊你别再我现在在开播你知道吗你稳重点说话啊稳重点说话对你稳重点说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嗯嗯嗯 你不是你不是你你你你在做做的还干嘛呀你可以走了呀我我我我坐一会呗你看你这你这陪着直播啊天天一个人直播也没有意思是不是我跟你两个聊一会儿我不希望我从来都是一个人直播 不是你看真的咱们好久不见了我上次呢想跟你打个招呼吧你又匆匆忙忙走了也没碰上今天你看你就坐这咱们两个聊一聊 我听你解说你那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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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你们公司还有人在上班吗 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人在上班没有还有就不多啊人不多怎么呢现在人不多是吧对啊 不是我的意思说我的意思说要不你你先出去好吧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孤男寡女咱们共处于世子好吗就说时间长了是吧你们公司要不你先出去好吧 不是对你影响不好有那个意思吗不是这怎么会影响不好呢我们两个光明正大的这办公室门也敞开了怎么会影响不好呢对不对你敞个毛现在你进来就把门给关了我又不是没看见 不是你先出去吧你先出去啊我我都坐一会我就走别别程少咱们两个聊一下吧你看我知道我今天替你解说了你那个下午你去跟一个 哎你明明明你你你你你你打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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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你打住好吧 怎么了吗咱们两个聊聊天 其实呢我其实呢你看我也算是我也是高校毕业生然后在你们家工作也这么久了知根知底的对不对 我平时工作怎么样你姐应该我不知道你工作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我对你不了解 但我只是说吃饭的时候你我知道我你这种姐秘书是吧 对啊助你是吧对啊他什么事都交给我做的 嗯行行行我知道你挺优秀你挺棒知道吗你先出去好吧 我出去干什么呀你跟坐在这无聊不然的话我不无聊我直不见有200多人陪着我呢 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没给你这样招待好到时候明天下节看到了之后他肯定要说我的 他不会说你的挺好的我挺好的那让我我挺好的 不是咱们坐一会你现在你直播不给直播关了吧咱们聊聊天 我跟你没什么聊的 我问你聊啥呀 那聊的可多了呀你今天天气好不好你今天干了什么吃了什么对不对 不是我听说你最近嗯 你姐你姐今天下午来不是给那个谁 你别跟我谈下午别谈下午别谈下午啊别来笑谈下午 谈下午谈下午 谈下午我有点不舒服好吧 你这样你有什么事你有什么你是不是有事跟我说 有啊 多少 你看我也我也是那个什么 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 你哪里毕业跟我没关系好不好 那怎么没关系呢你你多大年来呢我忘了 28 你28是吗嗯 你28年没结婚呀没有啊 这不是这不是在等待的有缘人吗 咱没缘 彭上你不要这么直接好不好 啊我你怎么知道我说的就是你呢是不是 咱们闲聊一下你说我天天工作今天说实话呀 也好不容易闲下来了这个点呢也没什么事了咱聊聊天 我有事 你知道吗我 我有事 你有什么事情啊 我在跟直播间聊天 你跟他们有 你先别跟他们聊你跟我聊 他们你直播间的人呢我虽然不知道都是什么样的啊 你别跟他们聊多了有时候你把自己的事都在网上说不好知道吧 我我在网上说我自己的事不好是吧 嗯我跟你说就好是吧 咱们也算自根自底啊 我在你家工作这么多年 我你你等会啊 我跟你不自根自底真的我我见你就没见几次面啊 我知道你是我你是我姐的这个助理嘛对吧 但是我跟你不是自根自底啊 我你怎么自根自底啊 你自根自底这个词你别搞出误会来了 你去跟夏总打听你打听什么 我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 然后我再给你们家 我说你工作经验跟我没什么关系 你知道吗 真的没什么关系 你哪个学校毕业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那要不这样 你不想知道我工作经验的话呢 咱们聊聊生活方面的也可以啊 我这个人呢平时呢 下了班之后喜欢去跑跑步 然后早上晚上有夜跑 不是你下班你爱干啥你干啥去 你不用跟我说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好吧美女 你这样吧 我我跟你说个实话啊 我只知道你姓陈 你全名叫什么我都不知道 知道吗 我所以跟你谈不上自根自底 好不好 就是我叫你来其实没有别的意思 你别搞误会了 好像我把你叫来 对吧 我问你单独在一个房间里面 知道吗 这怎么算单独在一个房间呢 什么时候 公司还有人呢 你把门打开 把门把门给我打开 好吧 你别让门锁了 对对吧 打开 打开 你别让门锁了 知道吗 别让门锁了 好吧 别锁了 对对打开打 门打开 对对对对 对对 这这才叫光明震大 你知道吗 不也没关锦呢 都有个份儿的 你怕什么呀 我一个女人我都不害怕了 你作为男人害怕什么 对吧 我不怕什么呀 对呀 你说咱们就聊聊吧 你看门开了 咱们可以聊一聊了吧 我跟你说 我说实话呢 今天可能跟你说这些 有一点梦寐 你确实呢 可能平时对我注意不多 但是这也是我 我不是注意不多 我根本就没注意 你知道吗 你听我说完 你说你说你说 然后我呢 也是 其实 我来这个公司 然后见到你第一面 我就对你挺上心的 我也不是说因为 夏总家怎么怎么条件好 什么的 你说这么 你等会等会 倒一句 倒一句 往上倒一句 你说你说 你都对我什么 你都对我什么 挺上心的 挺上心的是吗 你上错心的 我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啊 行经理 你你你对我上心 那你那你就找上心 你知道吗 好不好 你说我跟你就说 没什么太多人聊 好不好 不是你这种可怕的想法 你跟我姐想过吗 我 我这种话怎么能跟夏总说呢 因为我也想确定一下你这边的情况 之后我才 哦你你我姐这跟你说今天我去相亲了是吗 所以你 所以所以你 所以你现在才跟我说这些话是吗 对呀 晚了 相亲成功了 不是 夏总下午说的可不是这样子的 相亲成功了 夏总下午不是说你们两个还得聊聊吗 怎么 聊好了 我我我我跟你讲 彭上我确实 因为我下午听到你这边去相亲了之后 我有点着急了 但是 你说我这么多年 我也没有说去骚扰过你 去打扰过你 我 我只是 想跟你表明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不是你的想法我不敢进去 嗯 我觉得你还是好好工作 你知道吧 找他死地 你知道吧 好吧 希望 希望成功你 好吧 就说 嗯 嗯 这么说啊 我这我这么说啊 我怎么说 不是现在 我怕我姐打我 懂吗 因为我对他 我对我姐是面人下手 我怕我姐揍我 我从小又怕他 这跟夏总有什么关系呢 他说我 他说我姐 那如果你要是觉得 担心这个的话 那 你 咱俩要是说好了 我也可以离开这个工作 你先换工作 我跟你说不好 好吧 你你先出去吧 你先出去吧 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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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出去好吧 你命 我 我就坐在这 因为 啊 你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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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冷静会 我冷静会 今天啥情况 今天啥情况 家人们 嗯 今天挂的是什么风啊 是 是谁走漏了风声 我要去相亲了 是吗 是不是家人们 是不是有人走漏风声了 说我要去相亲 嗯 是不是的 是我姐跟你说我要相亲是吗 你们真是无话不谈啊 你真是我姐贴身的助力 我贴的太紧了 我是她的得意助手 嗯 行我我跟你说这样吧 其实真的我 我也是下午听到那个消息之后 我有一点 着急 你找上急 这不是之前 其实一直都是在默默关注你 我也没有说想过 要去打扰你 或者怎么样 但是今天这个消息确实 给了我 你这样好不好 你这样好不好 我们说点别的好不好 我们说点别的说 你这样好不好 你去把下午我姐 跟那个 跟跟 为你挑的那些东西好不好 好 你给我拿过来给我看一下 行 行 好不好 好 行行感谢你感谢你 行行行 我我我我去 你想看我都给你拿过来 好行行 然后姐看我帮她挑的什么东西啊 好好好 今天啥风向啊家人 嗯 今天是啥风向啊 现在女孩子都好奔放啊家人 我这好多年没有涉及到这些 情场的一些东西啊 这现在都是都这么奔放了吗 我不想和她聊别的东西知道吗 所以我找点话题 我把它支走知道吗 明白吗家人们 明白了可以了 我我真的不想聊你知道吗 家人我不想聊我下午已经 已经已经 口水都已经聊干了 我晚上我不想我不想聊了你知道吗 我主要是不想让你们看笑话啊 我主要是不想让你们看笑话 你笑给你们看着吵笑话 你们还想看笑话 不可能呢 我我一句话都不说 我不接话 你知道吗 嗯 不是 我问一下啊 我问一下家人吗 现在女孩子 都这么 热情似火了吗 家人们 现在女孩子都这么热情似火了吗 那似的跟我打似的 似的不似的打不是来 似的跟我打似的 似的不似的打不是来 现在 精神文明建设的挺好的啊 对吧 精神文明建设的真的挺好的 我不想跟她说话 你们没听你们没看出来吗 我都不想接话 你们没看出来吗 快走 我等我姐来回来 我姐出去办事去了 这个漂亮吗 一般般 一般般 我不想给你们看着呢 一般般 你懂吗 来来来给我站点点站点点 家门站点点点来 把关注点点好不好 我真的我真的我 我的我要怕手段播啊 把站的跟我点点关注点点 这样吗 好吧 是的是吧 有人说是的 现在都很奔放是吗 我现在啥社会 那都是啥社会了 给你们看看 不给你们看的 我跟你说不用看家人 不用看知道吧 看完之后你们 全国民都说不行的 我告诉你们 我知道你们的审美标准 不用看的 不用看的 公司找大伙 不用 我不用跟她 我不用 你们 你们没发现吗 我根本就不用给她太多了 这个 情面知道吗 为什么 她只有我姐的一个助理而已 你知道吗 不是我瞧不起人 不是我瞧不起人 我没有瞧不起人 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 她个人我姐很多年 但是我 我跟你说实话 我从来都没有 太 太去关注她 你知道吗 没有从来没太多关注她 淘花运来了是吧 我先放在这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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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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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啊 不辛苦啊 不对啊 这都是是吧 对 手机是比变子 那都是最好拿 行 这都是我姐自己挑了 怎么 对啊 家伙你们要不要看一看 你要不要看看家伙要不要看一看 要不要看一看 看我姐跟小丽挑了什么东西 要不要看 要看了打 要打看来 要看打看 我看看我姐什么眼光 是不是 是不是 看我姐挑了是不是好东西 是不是家里面 是不是 你这是冬天的吧 这是这是这是换季的是吧 对啊 请你跟我铺一下行不行 跟我铺一下好吧 你说啥不配了你啊 我直接放个下去